大家好,今次為大家介紹智希的一款SparkQ T7 Android平板電腦 開箱看看,出了大約一星期 7吋螢幕,800x600解像度 蠻薄的 大約一隻手指 不開機 大家看看有什麼擴充接口 這個是SD卡,最高支持32GB 這個是mini USB 這個是5W的充電口 耳筒 還有一個收音麥克 可以掛手機繩 大家看到這裡是預留給3G版本 3G版本可以插3G卡在這邊 這個是螢幕筆 來看、螢幕筆 喇叭 產品型號 SmartQT7 这边主要用左手握着防滑的设计 现在差不多 我们看看有什么配件跟 其实比较简单 一个充电器 和一条USB线 充电器的输出功率很低 输出只有5W 2000mAh 是一款用电量最低的平板电脑 这个是存书 导收卡 另外一些参数 ARM11 处理器用V6架构 3D加速 高清硬解 还有一个GPU RAM用256MAT DDR4 2GB 主频600 其实是出厂前保守的设定 现在已经升到720 屏幕 屏幕7寸866 电阻式 单点触控 Wi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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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G 蓝牙2.0 蓝牙2.0 USB2.0 蓝牙可以 连接其他 其他装置 用来上网 上网 声档案 也可以 电池也是 这个是4300 也是出厂前的 保守 保守数据 其实现在已经是 可以做到4700 容量了 420g 以iPad的标准 iPad就 大概是600 600多 差不多700 420g 其实很轻 现在 看看 手机 已经开了 这个是我优化了的版面 其实都 比较顺畅 出了大概 一个星期 多些 厂方前天 已经有一个 更新的更新 更新了 后 版面就流畅了 再修改了一些 一些 一些 bugs 因为我自己 其实 加上官方内置的 程式 大概 我会和大家 预在 40 40 款 在一个 程式 常用的 就预在 裏面 基本上 一到手 就可以使用 不用再烦恼 那 大家看看 硬件参数 先 刚才 盒子 那裏 就说600 那 现在 其实 出厂之后 已经到700 700Mhz 700Mhz 这 700Mhz 那 ARM V6 大家留意 如果V6架构 就算升到上 Android 2.2 都 对应到 Fest 10.1 只能安装 Fest 10.1 基本功能 例如 网页 的 Fest Game Fest 都可以 玩到 但是 当然 没有10.1 这个 完整 可能有些网页 还不能 开到 之类 这 都可以 对应 GSM 用 GSM 的 网络卡 手指 可以上网 那 对应的 上网手指 就是 华为 有 三至四个 型号 就可以 对应到 2.1 内置Android 浏览器 应错 这个 不是这个 未连Wi-Fi SREEN 680x800 240d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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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 它有两个可以设定 看看 MENU 显示 这里 现在是 MDPI 那 这个 是 中级的 Android 系统里面 中级的 像素 中级解像度 那 是 大概是 4880x320 那 如果 卡了 HDPI 那 要重新开机才会见到的 HDPI 就是 800x480 解像度 那 很多 比如 一些版面 转载 这个 HDPI 精细解像度 全部都缩小了 但是 对于 对于浏览网页 或者看图片 会 仔细 了 版本 2.1 SmartQT7 最新的2.1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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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先 嗯 它所用的鱼片呢 这些鱼片是 是这个 韩国的Telichip 方案的 看先 对了 韩国的Telichip 方案 那 它类似 高通 或者德州仪器 那些 那个Omak 或者SnapJergon 那 它里面包含了 硬体晶 CPU 影像晶片 解码 以及 对应 SD SD 卡 USB WiFi 藍牙 3G 之类 之类 OK 那来附近呢 我会下一段 会测试 测试这个 运作游戏 和一些测试软件 给大家看一下 OK 多谢 下次见 下次见 下次见